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哈拉聊电影的白喵懂电影 希望可以用短短的时间里,让大家理解电影中的亮点在哪里 废话不多说,我们开始吧 本片是由法国新浪潮之母国宝级的电影大师 2018年奥斯卡终身成就奖的得主安妮华达 他与一位有趣,很酷,眼光独到的街头艺术家JR 一同拍摄的一部旅游纪录片 而JR是何许人也 为什么电影大师要与年纪差半世纪的小伙子一起去拍片呢 于是,我们可以在JR的IG中看到很多很特别 甚至比电影中还要震撼的大型街头海报艺术 而他也跟很多好莱坞的名人合影拍摄作品 小编我甚至有看到一张替台湾加油的照片 看起来JR真的是一位厉害的人物 而他这些创作背后的故事与动机是什么 他想表达给人的价值又是什么 究竟艺术家眼光里的世界与我们的有什么不一样呢 就可以借由 入围奥斯卡 烂番茄好评百分百 各大媒体推荐的最酷的旅办 这部纪录片让阿宁华达与JR带领着我们观众去法国 来一段浪漫的偏乡之旅吧 首先,去旅游重要的是什么 当然是要有移动的工具咯 最好是要能够承载摄影器材 如果能随时把拍摄的作品印下来 那就更好了 于是JR设计了一台很酷的车 就像是一个移动式的派利德 可以把拍好的照片立刻印出来 贴在墙上 成为一个装置艺术 简单有趣又充满视觉上的震撼 而这趟幽默可爱的探索之旅 会带着我们去哪里呢 他们到了法国的乡村角落 去发掘一些平凡又深刻的人文故事 造访了矿工、农夫、牧羊人、码头工人、邮差、流浪汉、咖啡厅 就有点像是我们的电视节目 一步一脚印发现新台湾 或是台湾1001个故事那样 他们去寻找一些在这片土地上认真工作努力生活的人们 听听他们的人生故事 进而获得一些启发 但不同的是 JR会帮他们拍照 并且会马上印出来 但可不像是拍利德那样 印个3x5或是4x6的那种小照片 而是跟房子一样高的巨型海报 当一张照片被放大成这样 真的很酷 立刻就成为了当地的景点 成为了街角巷弄的热门话题 大家也会了解 这个登上墙壁上壁板人物的故事 因此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而电影中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 艺术就该令人惊艳 片中的这句话让我印象深刻 而JR的作品就是这样会让人惊艳不已 就有如广告一样 有印象的才是好广告 而好的艺术品 足以让人流连忘返 赞叹不已 他们用拍摄与列印 在城市的街道中 创作出一幅又一幅 令人惊艳的大型作品 让艺术不只局限在罗浮宫 不用到艺术馆 让艺术狂奔出画框 走向民众的生活 而我们透过不同人 看待事情的角度 高度 焦距的不同 进而去体会不同的人生 获得不同层面的启发 这是一场感性温馨的探索之旅 而片中让小编我印象深刻的故事是 牧羊人的故事 一般牧羊人会在养小的时候 把他们的羊脚给烧掉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本草刚目记载 羊奶性温和 但是没记载 羊其实是好斗的 他们常常因为打架 让彼此受伤 所以牧羊人为了要把羊群的互相伤害 降至最低 就会把羊的脚给去掉 这听起来是很残忍的 人类为了自己的方便 去改变动物本身的形体 并且到最后还视为理所当然 这真的有点糟糕 所以他们找到了一间畜牧场 里面的主人很爱这些动物 不忍去烧掉他们的脚 所以他们就拍了一张有脚的羊 咽下来贴在墙上 让路过的民众们去思考这个问题 以前也有听说 有人为了要在公寓里养狗 把狗的身带割掉 这样就不会吵到邻居 这真的是件很残忍 又极为自私的行为 不是吗 人类为了自己的私欲 能伤害动物 能破坏大自然 而这些都不能视为理所当然的行为 除此之外 片中还探讨了死亡的议题 所有的人事物 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 而影像仿佛有 可以让时间停止的魔力 记下了这张照片背后的故事 可以让人短暂的回到过去 缅怀先人 而人的生命 不在于长度 而在于宽度 有人虽然活到80岁 但是年轻的时候 就让自己停止了成长 不愿意学习 也对事物失去了热忱 日复一日的生活 那人生就跟死去的没两样 世界之大 天底下总有新鲜事 就连流浪汉 也有豁达的人生哲学 我们观众 在感受照片带给人的震撼之外 更可以体会不同的生命 而创作者本身 也是不断的在探索 不断的在旅行中学习 就算安妮华达 已经高龄90岁了 她在这趟旅行中 还是会有新的感触 片中也不少以她睿智的观点 来诠释不同的人事物 而JR与她的互动 也充满了有趣与温暖 真的是一趟很有意思的旅程 就让我们借着电影 一起跟着相机车 一同去探索这个世界吧 我是好好 谢谢大家的收看 觉得影片不错 可以给我们一个鼓励 如果想来哈拉更多电影 也欢迎留言讨论 并且订阅我的频道 想知道关于本频道的更多动态 可以到FB的粉丝页逛逛 哈拉聊电影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